第一件一件幫妳看 妳還沒去數 好不好 妳數了妳就知道了 我大概查過一下 它的入手架 我覺得都還算滿親民的 包括這一件親民 妳可以放在桌子上 這都是出土文物 好嗎 是 難怪我又開始覺得 有點冒冷汗了 出土都是怎麼樣 對 我又冒冷汗了 你想想看 商舟 商舟的東西不可能 不可能說是放在家裡面 放這麼多年 一定是靜帶去挖出來的 是 妳看 妳這裡面還有泥巴 看到沒有 有沒有 是不是 這裡面還有泥巴 這是出土的 蜘蛛絲都還在 出土的東西要小心 為什麼呢 因為一定是陪葬品 不然怎麼出土 你知道吧 這個你知道嗎 有概念對不對 一定是陪葬品 你買來就這樣 還是你自己把它稍微整理 沒有 我沒有整理 都沒有整理 好 那我讓小老闆看看 來 你買多久了 多少錢 你買多久 應該差不多疫情期間吧 19年 20年那一代 疫情期間 對啊 就是1920 這裡面還有很多的泥巴 對不對 對 可見這是出土的 在哪裡買的 在網路上買的 你喜歡在網路上標5件 是直播還價嗎 沒有 那個 賣家直接看在網路上的 可以溢價嗎 可以溢價 可以溢價 所以最後成交價是多少錢 差不多 2500 買個金銅器 開玩笑 你是不是2500萬吧 2500 2500塊 2500塊 工錢都馬不止 我歡迎你謊報 沒有謊報 今天太太在 快來再掃兩個鈴 對 我沒放過他 我們為了這一家和諧 我們不要再逼他 講出真實價錢 我拿來的2500萬 不是 這種青銅器 是百分之百出土 在那個洛陽 或者是在這個 尤其河南是一個古都之地 很多的這個農村 都有專門在盜墓的團隊 這種團隊 他們就拿一支叫 洛陽褚 洛陽鏟 它是一個很長的桿子 然後有一根鐵的一個勺子 它就在地上這樣 一直磚磚磚磚 磚到大概兩米到五米之間 然後他就看那個土 這樣拉出來以後看土 因為在墓葬的時候 在封土的時候 那上面那層土 跟原來外面周遭的土不一樣 然後他就發現 這下面有古墓 然後半夜就來挖 是 挖了以後就像這種青銅器 什麼的都挖到了 對 所以你這個青銅器 非常可能就是從 那個殷商或者粥的 這個墓葬裡面挖出來的 那就賺很大 你自己覺得是盜袋的東西嗎 我不確定 因為你覺得價格太清明了 希望是的 對 會不會賭到 今天第一屆 我們也來幫你試試看 我相信 應該是會 為什麼 你看 你看 滔鐵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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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滔鐵紋 滔鐵紋 然後回紋 雷紋 這個還有什麼 明文 經文 經文 你看各方面 都非常非常的到位 先生都有做功課 買來就研究了對不對 平常就有研究對不對 來 我們評估一下 評估見第一件 好不好 來 請見價 五千元 五千元 這個我們跟您講一下 這個是仿的 我們怎麼仿 我們也跟大家講一下 另外就是 其實也仿得不錯 最重要它起碼是銅做的 我還看過那個仿的 是用木頭渣做的 那個好慘 太誇張了 重量也不對 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銅做的 但是這個不是青銅 青銅跟我們所說的銅 不一樣的地方是 青銅裡面含有錫 所以青銅器 你如果當初它做出來的時候 是非常的亮 亮晶晶的 所以又成金器 跟黃金一樣那麼亮 但是因為時間久了氧化 所以會變這個樣子 那我們放大看這個氧化 我們用放大鏡 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來 說真的喔 你聽到這個價格 是驚訝還是失望還是 有點失望 每個常家當然都會失望 可見他買是多兩個禮 才會有這種失望的反應 不然其實聽到翻倍 應該就會安心 我買摩托車 我買摩托車你知道嗎 我太太的 因為她不懂嘛 我說買摩托車 買多少錢 我說三萬五啊 三萬五喔 三萬五也貴 太太太過癮了 其實他不是要少一個零 我買一百三十五 我們那個會計更離譜 我去換一支排氣管 換一支排氣管 是泰的 十二萬 然後我的船票 簽了名送去 會計有打電話給我 老闆 你是買摩托車 還是買摩托車的排氣管 我說是買排氣管 那你寫錯囉 應該是一萬二吧 一萬二 他擔心你多便宜一個零 我才有 真的 真的都是 那個以多報掃 不會錯 大家看一下 在這個 這個銅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大家要知道 對 青銅器 基本上 是 它是模具做出來的 它不是雕出來的 模具做出來的 模具出來 那個模具是用什麼做呢 用陶器來做 用這種做 它把那個木板 把那個木板 雕刻 雕刻成這一個面 把那個紋路 什麼滔鐵紋 回紋 雷紋 什麼全部把它 全部把它雕好以後 然後用這種陶土 把它黏在上面 它就印上去了 然後去燒烤 燒烤以後 這就是一個模板 然後四片模板 綁在一起 放在 在地上挖一個洞 把它放進去 然後外面 外面這一層 再用 那個 裡面這一層再用竹子 然後開始灌 灌什麼 灌銅漿 灌到最後把這個全部抽出來 是 模具 拆開 就是這個 好了 所以會不會有雕刻 不會有雕刻 唯一的雕刻就是金紋 就是 就是這個明紋 是雕刻的 可是不會雕刻在這裡 不會雕刻在這裡 因為它雕刻在這裡 就不對了 那所以 我們看到的這個 有雕刻的 那就是一定是 模子做出來以後 然後慢慢把它刻出來的 我們來看 剛才這個 那我們看一看 這是 這是 雕出來的 這是雕出來的 這是雕出來的 所以 這個肯定就不對了 肯定就不對了 好 廖老師 大陸的文革前 考古隊可能 考古的都是真的 但是呢 文革之後呢 開始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 小的商業區 什麼商業區呢 因為可能要 中央要饋贈 或者是什麼東西 都要饋贈這種老東西 所以在某些的村莊 就好像是宜興 就專門燒茶壺的 然後哪邊專門在雕刻的 哪邊專門做銅的 一個村子 一年外銷可以生產 幾十億的人民幣 外銷銅 這個就是銅 那你這個物件呢 你說好 我們只要看內裝 看到裡面的時候 它就是作舊 為什麼呢 它做好了之後 防骨嘛 做好了之後 就泡到那個泥坑裡面 就你們家的浴缸 全部都是泥 泥巴 泡到泥坑裡面 上來之後 外面再刷一刷 就長得非常的像 但是每一個都很精準 對 你如果說買回來擦花 很漂亮 買回來當竹台 欸 更浪漫 其實還蠻有feu的 說真的放在家裡 當個裝置藝術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瞄 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 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 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